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呢來講inscape的一個 下載跟安裝 inscape 對Download基本上呢你看我們在瀏覽器裡面Download 然後呢你可以到這個首頁 找到他的首頁 首頁裡面呢你會看到下載 下載 下載裡面呢你要找到現在的版本 現在的版本裡面呢你找Windows 因為我們大部分是用Windows 我今天也是用Windows來錄 這個是當作我們上課在使用的 64位元現在應該都是64位元的電腦了 我們這一次的整個 要注意的地方是我們要用zip檔 zip檔是壓縮檔 解開之後就解壓縮檔 他就變成所謂Portable 可攜式的 可攜帶式的 最後他會形成一個資料夾 我們在上課教啊 常常用電腦教室啊或其他教室啊 換來換去的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夾 放到你的隨身碟 以後你上課 不用每次都下載 直接把 記得帶上隨身碟 記得帶上隨身碟 把你 扣好的那個資料夾 啪拉到桌面上就可以用了 一樣回家 一樣回家的時候 拉到你家裡面電腦的 桌面上就可以繼續使用 這樣在一個使用過程中比較連續 而且不會中斷 這是我們 為什麼教用這樣一個軟體的一個 使用操作特色的一個重要性的過程 好 就等著他下載 對不對 OK 然後他就說他下載開始了 我把它儲存檔案 對不對 來 我就讓他儲存檔案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Firefox 所以你會在這個地方看到 我不是用那個 Chrome 你會在這個地方看到他 他下載好了沒有 我是用火鍋 下載好了 那基本上 我們在下載區可以看到 對不對 好 有沒有就是這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壓縮檔 你看這個地方是壓縮檔 對不對 壓縮檔 那 壓縮檔之後呢 按右鍵 你應該會看到那個 開期啊 啊 解壓縮啦 看一下 那種沒有解壓縮 壓縮成zip檔看一下是不是這個 對啊 啊我的解壓縮走不見了 顯示其他選項 好我這邊有 好我再試一下 因為這是用7zip檔啊 這個地方 解壓縮啊 其他 顯示其他選項 你就知道我是用WIN11的 反正你要找到一個7zip 這個解壓縮檔啊 你要 找到這個7zip 因為他是用7zip 這個解壓縮檔 一般你的電腦應該都有了 沒有去下載這個軟體 不用錢的 我習慣 解壓縮到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就是他會直接跟你解說到一個資料夾 就是這個資料夾 解壓縮到這個地方按一下 好再解說了 咻 就有了啊 等一下啊 等一下呢 他就會解壓縮完畢了 OK等一下他就會解壓縮完畢了 我們暫等一下 這個是教學使用的啦 那一般當然你用習慣的就是直接install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你在家裡面可以用 在學校的電腦也可以用 帶來帶去很方便 帶來帶去很方便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資料夾 你可以把這個 解好的東西拉到你的USB 這樣就有了啊 就是上課帶來學校直接 抓到你的電腦桌面就好 是不是這樣子啊 然後你也回家也可以放到你的電腦桌面 是一樣的啊 然後點兩下 點這個資料夾 上課的時候同學 都解壓縮完了 你要點這個幹嘛 這個是壓縮檔 這個是解壓縮的資料夾 好啦 這麼多裡面啊 在一個解壓縮裡面 你要按哪一個呢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 GTK 這個GTK AJ一個 好他在跑了 等一下 他跑這個東西呢 需要一點點時間 等一下他就會跑出來了 他在跑 這個 我們用的時候也是這樣 等一下 還沒跑出來 再按一邊 今天錄影要失敗了嗎 怎麼沒有跑出來 出來了 好啦 OK 跑出來了啊 然後他這邊有一些歡迎啊 有的沒有的 他可能第一次 就是這樣子 我們這邊選 標準的預設啦 都不用懂 就說你打開他應該怎麼樣 都不用管啊 就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儲存 就會是這樣子 好 然後你第一次一樣 我這是第一次 install 對不對 第一次使用 謝謝不用 當然你如果 你如果 要貢獻的話 很好 我也謝謝你 好 進來了 那你會看到這一個地方 那你選這個影片 這個讓你選 那個我們 在使用的時候 影片的大小 我們選這個影片 我習慣選影片 然後選這個 這裡1080 因為這個做完之後 他的整個大小 剛好符合我們現在在做video 你叫做月的video 16比9的 19201080 直接就 直接就使用了 不用再改 按一下 跑出來啊 就是我們整個 Inscape的使用的 畫面就出來了 那我們上課就是不斷在教這個東西 這個版本還很新 這新版本 你要看你版本這個地方 有沒有 關於這個 你的1.1 最新版本 這是1.1的 這個是非常新的版本 我還很少用到 這麼新的版本 這樣你就會使用了吧 我們上課長講 畫一個圓 要出來的 給他一個顏色 好 我們今天就是教這麼簡單 那以後呢 就是記得 把你的資料夾 把你的資料夾 這個 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 拖到桌面上 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 既然會了沒有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我來自動聽說嗎 如果還是有個資料夾 我們來自動夾的資料夾 可以使用 我們來自動夾的資料夾